大家好 我是哲偉 那我來提的專案是叫CourseAVI的開放式課程會流 那這個專案其實也執行了一段時間 所以目前如果對這個專案的目前成果性 就要可以打這個CourseAVI.org 其實概念上就是希望把國內的 先針對大學的開放式課程可以整合查詢 那國內其實不同的大學或不同的課程平台 其實都比較分散 所以使用者其實有時候就是要知道 哪一些大學有開這個開放式課程的網站 那我們的專案的頻道是edu-open 可以加入我們的CourseAVI頻道 那主要的幾位專案的成員在這邊 那其實都是以學生、大學老師 或者是其他背景的朋友一起參與 那我們也其實有建立一個捐款專業 那也感謝袁雲生的台灣社群 有暫時集的資源 那今天想要邀請大家來協助的部分是 我們剛才提到的是針對大學端的開放式課程 我們會直接用爬蟲把它爬下來 然後坐在資料庫裡面 那現在針對的是政府的 政府也很多線上的開放式課程 那目前已經開放的課程資料大概有七千里 那我們有先進行的匯整 不過就是有一些網站 他並沒有把資料施出 所以想要邀請大家來 用資料開放平台來追問說 你的勞動部的開放式課程 你可不可以釋出你的CSV的清單 另外就是希望把台灣的 包含政府跟大學課程平台的這個名冊 建立在Wikidata裡面 我們有先試著做一些資料 然後也可以歡迎大家如果熟悉 Wikidata的朋友一起來幫忙 另外就是我們也在 收集開放式課程使用今天的問卷 所以這邊我大概先羅列一些工作方向 我們大概優先問這些 還沒有釋出資料集的單位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已經有資料集 但是他沒有提供課程網址 我們可能用追問的方式 那這邊就也可以跟另外專案做搭配 就是有一個資料申請小幫手 你如果不會寫那個文章的話 就不會寫追問的文章的話 你可以用這邊 他有一個算是搭配政府的開放資料政策的一些重點 你可以用點選的方式 點一點之後再把你要的 你要詢問的東西或參考資料把它匯整 他會生成一段文章文句 再用這個文句去資料開放平台去詢問 所以大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操作 那這邊是已經匯整大概七千筆的政府的資料 例如說以GDPR這個關鍵字來查的話 有中小企業網路大學跟一人公務員 他們各自都有開 所以當然過去使用的人 是要知道不同的網站要不同的場 所以希望就可以做到會整 那以上專案就歡迎大家參與 謝謝 非常感謝哲偉帶來非常精采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歡迎九松團的